第七十九回 川云关四将背擒 诗曰 一关已过一关逢 法宝多段是更凶 法界隐魂成往事 龙安苏骨又来哄 几多险处仍须急 若许能时总是空 开笑徐方图逆命 往劳心思竟何从 话说徐盖当晚默默退归后堂 不提 只见次日王豹也不来见主将 竟领兵出关 往周营诺战 豹马豹入中军 紫牙问 谁人见阵走一遭 哪吒应曰 我愿王 紫牙许之 哪吒登风火轮 提火尖枪 奔出营来 王豹一见登风火轮而来 盲问曰 来者莫非哪吒吗 哪吒答曰 燃野 摇枪就刺 王豹的话己 急驾盲盈 王豹之哪吒是铲叫没下 自私 打人不过先下手 正战间 发一劈面雷来打哪吒 不知这雷只好伤别人 哪吒乃是莲花化身之客 他见雷声制火焰来 把风火轮一灯 轮起空中 雷发无功 哪吒记起乾坤圈去 正中王豹顶门 打昏落马 哪吒负一枪刺死 消了首级 号令回营 来见紫牙 备言前世 紫牙大喜 且说徐盖文报王豹阵王 暗思 二将不知实物 自讨杀身之祸 不若拆官纳降 以免生民涂炭 正犹疑之际 呼报 犹疑驼头来见 徐盖命 请来 到人进府 至殿前打骑手 曰 徐将军 贫道骑手 徐盖曰 请了 道者至此 有何见欲 道人曰 将军不知 吾有一门徒 名唤彭尊 丧于雷阵子之手 特至此 为他报仇 徐盖曰 道者高姓大名 道人曰 贫道姓法 名记 徐盖见道人 有些心风道骨 忙请上座 法界不迁 欣然上座 徐盖曰 江子牙乃昆仑道德之事 他帐下 有三山五月门人 空不能胜他 法界曰 徐将军 放心 我连江上 据于你拿了 一座将军之功 徐盖曰 若如此 乃是老师莫大之恩 盲问 老师 适宿 适宿 适婚 法界曰 持斋 我不用慎东西 一息无辞 此日 法界提荐在手 静置周营 作明要请江子牙答话 探马抱入中军 有意投驼 请元帅答话 子牙传令 带众门人出营 来会这驼头 只见对面并无世俗 独自一人 怎见得 赤金箍光声灿烂 赵盖府 白鹤朝云 思草玄水火 顶上燕光声 五顿三楚 五笔赛 胸藏万象包成 自幼根身成大道 一时英舵红尘 封神榜上 没他名 要与子牙赌胜 子牙把四部相 催制军前 见法界 曰 道者请了 法界道 江子牙 久闻你大名 今日特来会你 子牙曰 道者姓慎名谁 法界曰 我乃彭来岛炼气事 姓法明界 彭尊是无门下 此于雷震子之手 你只叫他来见我 免得你我分言 雷震子在旁 听得舌尖上丢了一个雷子 打怒 骂曰 逃死的坡道 我来也 把风雷二斥飞在空中 将黄金棍披面打来 法界手中剑 急驾盲盈 两下里大战有四五回合 法界跳出圈子去 取出一番 对着雷震子一晃 雷震子跌在尘埃 须盖左右军士将雷震子拿了 虽然捆疆起来 只是闭目不知人事 法界大呼曰 今番定要琴江上 旁有哪吒大怒 骂曰 要道用和谐术 敢商无道兄也 登开风火轮 摇开火箭枪 来战法界 法界未及三四回合 忙把那番取出来 也晃哪吒 哪吒乃莲花化身 却无魂魄 如何晃得动他 法界见哪吒 在烽火轮上 安然不能跌经下来 以刺着忙 哪吒见法界 拿一手翻在手内晃 只是左道之术 不能伤己 忙记乾坤圈打来 法界躲不及 打了一跤 哪吒方域用枪来刺 法界已借土盾去了 紫牙收兵回营 剑折了雷阵子 心下肾脑 纳闷在中军 且说法界被哪吒 打了一圈 逃回关内 徐盖见法界 灼伤而回 便问 老师 今日出阵 如何时机 法界曰 不妨 使我勿用此宝 他原来是灵珠子化身 缘无魂魄 也能擒他 忙取丹药 吃了一粒 及时痊愈 吩咐左右 把雷阵子抬来 法界对雷阵子 将反又转两转 雷阵子睁开眼一关 已被禽捉 法界大怒 骂约 为你这四 又被哪吒打了我一圈 命左右 拿去杀了 徐盖在旁解约 老师寄来为我末将 且不可斩他 暂盖在灵雨之中 好借往昭歌 似天子发落 表老师莫大之功 一只末将 请老师之威功耳 看官 此事徐盖有意归周 故贾此言遮事 法界听说 笑曰 将军之言 甚是有理 正是 徐盖有意归周主 不怕妥头道数高 话说法界次日出关 又致周营诺战 君政官报于紫衙 紫衙随即出营会战 大呼曰 法界 今日与你定个雌雄 催开四不相 仗剑直取 法界手中剑 负面迎来 斩未及束合 朋友李静纵马 摇画赶紧 来助紫衙 紫衙既其打神鞭 来打法界 不知此宝 只打得神 法界非封神榜上之人 正是 封神榜上无名字 不怕昆仑鞭一条 话说紫衙既鞭 来打法界 不义被法界将鞭接去 紫衙着忙 忽然土行孙 催凉到营前 见法界将打神鞭接去 土行孙大怒 走向前 大呼曰 无来也 法界见个矮子 用条铁棍打来 法界仗剑迎战 三人正杀在一处 不义杨简也 催凉来至 见土行孙 大战驼头 走马五三尖刀 一来助战 紫衙见杨简来至 心中大喜 两员运良官 双战法界 正是天树不由人 不义正伦催凉也道 正伦见土行孙杨简 双战道人 正伦自私曰 今日四人站着 妥头不下 毕竟是左道之人 我也是都良官 他成德功 我也成德功 将金金兽催开 冲杀过来 就把子牙洗不自生 子牙都回四部相 传令军事 雷鼓驻战 法界被三运都良官 果在该心 不得落空 纵有法宝 如何使用 只见土行孙 宾铁棍 在下三路 打了几棍 法界抑郁逃走 正伦见土行孙长弓 恐法界逃顿 芒将鼻翘中 两道白光哼出来 法界听得 不知是什么东西想 盲抬头一看 看见两道白光 正是 眼见白光 出鼻翘 三魂七魄 去无踪 话说法界 跌倒在地 被乌鸦兵 生擒活捉绑了 子牙用符印 镇住了法界的 尼丸弓 张德圣谷回营 法界方针开眼 见浑身上了绳索 叹曰 其知今日 在此地 误遭毒手 追悔无极 只见子牙声障作响 三魂官来见子牙 子牙曰 三魂得功不小 蒋狱三魂官曰 运读君婿 至秦法界 玄机妙算 其功莫大 子牙蒋狱毕 三魂官 昌谢子牙 子牙传令 推法界来 众君族 将法界推至中军 法界大呼吁 讲上 你不必开言 今日天数 何该如此 正所谓 大海风波 箭无限 谁知小数 反秦无 可知是天命而 速将军令施行 子牙曰 即知天命 为何不早降 命左右 推出去 斩了 众君是把法界 拥至圆门 方欲行行 只见一道人 作歌而来 歌阅 善恶 一时妄念 荣库都不关心 慧名隐县 任福尘 随份积餐可饮 静坐蒲团存祥 昏馈便有摩钦 故将恶念 祖明君 何苦 红尘受任 歌霸 大呼吁 刀下留人 不可动手 你与我抱之元帅 说准提道人来见 杨简 盲抱于紫牙曰 由西方准提道人来至 紫牙同众门人 迎接至圆门外 请准提道人 进中军 准提曰 不必禁营 贫道 有一言奉告 法界虽然为天 阻逆元帅 礼仪正法 但封神榜上无名 与无西方有缘 贫道 特为此而来 往紫牙共 慈悲 紫牙曰 老师 老师吩咐 上旗赶围 传令 放了 转提上前 扶起法界约 道友 我那西方 绝好景致 请道兄归依 西方极乐 真幽静 风轻月朗天赖定 白云透处 阴祥光 流水潺潺 如古印 元孝鸟提 花木齐 菩提路上 知蓝圣 松摇岩壁 散阴霞 竹服云霄 招彩凤 七宝林内 更逍遥 八德池便 多寂静 远列巅峰 四叉平 盘旋 西鹤 如幽庆 昙花开放 满座乡 设立玲珑 朝上盛 昆仑地脉 发来龙 更比昆仑 无命令 话说准提道人 道把西方景致 法界只得归一 同准提 辞了众人 回西方去了 后来法界在社会国 画祈祷太子 得逞正果 归于佛教 只看明章二帝时 兴教中国 大产沙门 此事后事不表 其说 戒牌官主将 见法界背擒 盲命左右 将灵雨中雷震子放了 开关 同雷震子 至营门纳降 探马报入中军 其元帅 雷震子 原门等令 紫牙大喜 盲命 令来 雷震子至仗前 对紫牙曰 徐盖九玉归咒 屡被重将阻挠 今特同弟子 县官纳降 不敢善入 在园门外听令 子牙传令 领来 徐盖搞速进营 拜祷在地 启曰 末将有意归咒 无奈所有官将不从 至机行经 屡获罪力 那款一池 死罪死罪 往元帅海诱 子牙曰 徐将军 既知天命归咒 亦不为耻 何罪之有 盲令请起 徐盖谢过 请子牙 进官安抚军民 子牙传令 催人马进官 子牙商银安殿 一面迎请武王 一面清查户口裤藏 此日 武王驾进戒牌关 众将迎接武王 上银安殿 参业弼 王曰 相父劳心远政 使孤不得与相父 共享生平 孤心不安 子牙曰 老臣以天下诸侯为重 民作水火之中 故不敢逆天 以图安乐 子牙领徐盖拜见武王 武王曰 徐将军现官有功 免设宫 免设宴靠赏赏三军 一宵已过 此日 子牙传令 起兵 前取川云关 放炮启程 三军呐喊 不过八十里一关 前哨探马 报入中军 前军 以敌川云关下 子牙传令 放炮安营 正是 战将东正如猛虎 迎前小笑 似欢郎 话说川云关主将徐方 乃是徐盖兄弟 徐方闻之兄长归咒 只及得三师神暴跳 口鼻内生烟 大骂 匹夫不顾父母妻子 师神反叛 高徒爵位 一臭万年 盲点聚降谷 众将聚上殿参业 徐方曰 不幸吴兄 望亲背君 高徒富贵 献了官爱 一乡叛臣 但我一门 难免露身之罪 为今之计 必禁秦贼臣 以赎钱罪方克 只见新刑官龙安吉约 主将放心 待末将 先拿他几元贼将 既往昭歌请罪 然后 四勤取魁 以赎钱签 以显中进 则主将满门良眷 自然无事意 徐方替 此言正和无意 只愿先行同诸将 协力同心 以较叛逆 上报主恩 是无之愿也 其他亦非所顾忌 众将商议不表 皆说次日 紫牙声障 问曰 谁取川云关去走一遭 徐盖应声曰 其元帅 川云关主将 乃是末将之地 不用张公之剑 末将睡涉地归州 以为尽身之姿 紫牙大喜曰 将军若肯如此 真为不适之其功 其只尽身而已 徐盖上马至官下 大呼曰 左右开关 守官君主 不敢擅自开关 忙报入帅府 其主帅 有大老爷 在官下叫官 徐方大喜 快令开关 请来 把官君士去了 徐方吩咐左右 埋伏刀扶手 两边四后 不宜时 左右开关 徐盖不知亲弟 有心拿他 徐盖进官 来至府前下马 静至殿前 徐方也不动身 问曰 来者何人 徐盖大笑 贤帅说 贤帅为何 见我至此 而尤然 若不知也 徐方大喝一声 命 左右 拿了 两边跑出 刀扶手 将徐盖 拿下榜了 徐方言 辱莫祖宗 辱莫祖宗匹夫 你想反贼 也不顾家眷遭殃 今日你自来此 正是祖宗有灵 不令徐门 守屠戮也 徐盖大骂月 你这不知天时的匹夫 天下尽已归咒 咒王 王在旦夕 何况你这 弹丸之地 敢抗拒 调民罚罪之事 你要做忠臣 你比苏护 黄飞虎何如 弘锦邓九宫何如 我今被你所勤 死故无足惜 但不知何人勤你 已泄无分也 徐方传令 把这匿命的匹夫 且坚后 死拿了周五江上 以其借往昭歌正罪 左右将徐盖监了 徐方问 谁为国讨头阵走一遭 以将应声而出 乃正义先行官 神燕将军马中愿望 徐方许之 马中领令开官 炮声响处 杀至周营 报马 报入中军 其元帅 川云关 有将诺战 紫牙曰 徐盖 休矣 盲令 哪吒去取官 就探 徐盖消息 哪吒领令 上了风火轮 出德营来 剑马中金甲鸿袍 威风凛凛 哪吒走至军前 马中曰 来者莫非哪吒否 哪吒曰 然也 你既知我 为何不倒戈纳降 马中大怒曰 无知匹夫 你等妄自称王 逆天反叛 不守晨洁 秦王江土 罪在不赦 不日拿住你等 焚骨碎身 尚自不知 尤其巧言饶舌 哪吒笑曰 我看你等 好一寺土挖腐蜀 请刻便为鸡粉 何足语言 马中怒起 摇手中枪 飞来直取 哪吒的枪 闪烁光明 轮马相交 双枪并举 杀至穿云观下 正是 马中神焉 无敌手 只恐哪吒 道德高 马中置 哪吒是道德之士 手段高强 自私 我若不先下手 恐他先弄手脚 确实不美 马中拔口一张 只见一道黑烟喷出 连人带马都不见了 哪吒见马中 黑烟喷出口 迷住一块 忙将风火轮登起 把身子一摇 献出八臂三头 蓝脸獠牙 骑在空中 马中在烟里 看不见哪吒 急收神烟 正欲回马 只听得哪吒大叫 马中 休走 无来了 马中抬头 见哪吒三头八臂 蓝面獠牙 在空中赶来 马中吓得魂不附体 拨马就走 哪吒忙将 九龙神火照抛来 照住马中 父把手一拍 照里献出 九条火龙围绕 煞时见 马中化为灰烬 怎见得 有诗为证 前缘玄妙 寿来真 密有灵符 法更神 活枣穷将 圆字易 马中应得 化微尘 话说 哪吒烧死马中 收了神火照 得胜回营 来见紫牙 被言烧死马中一事 紫牙大喜 庆功 不表 只见抱马 抱入关中 其主帅 马中被哪吒烧死 徐方大怒 旁边转过龙安吉 曰 马中不知浅身 自示一口神烟 故有此败 逮末将明日成功 拿几员返将 借往昭歌请罪 此日 龙安吉上马出关 前来诺战 少马抱入中军 紫牙问 谁人出马 只见五成王 黄飞虎上仗月 末将愿亡 紫牙许之 黄飞虎上了五色神牛 提枪出营 龙安吉 见一员周将 怎见得 有失为证 贯战能证 气更扬 英雄猛烈 性坚强 忠心不改 归周主 铁面无悔 气咒王 清是名表 真义是 单抬项烈 是纯良 至今伐咒称一记 留得生名 万故乡 龙安吉大呼曰 来者何人 非虎曰 无奈 五成王氏也 龙安吉曰 你就是黄飞虎 反叛长汤 酿祸之根 今日正要请你 催开马 咬手中斧来取 黄飞虎手中枪 急驾盲营 二将相交 枪辅并举 大战五十余和 二将真是 其逢敌手 将狱作家 龙安吉见 黄飞虎的枪法 毫无渗漏 心下暗思 莫与他卖弄精神 八枪一条 锦囊中取出遗物 往空中一丢 只听得有 叮当之声 龙安吉曰 黄飞虎 看无宝贝来也 黄飞虎不知何物 抬头一看 早已跌下安桥 关内人马 那一声喊 将黄飞虎 生擒火作 省蝉锁绑 拿进川云关去了 豹马抱入中军 黄飞虎背擒 紫牙大惊曰 是怎么样拿了去的 略阵关回约 正战之间 只见龙安吉 丢起一圈在空中 有叮当之声 黄将军便跌下坐骑 因此背擒 紫牙听说不悦 此又是左道之术 且说龙安吉 将黄飞虎 拿进川云关 来见徐方 黄飞虎战力言曰 无被邪术拿来 愿意一死报国恩也 徐方骂曰曰 真是匹夫 舍故主而投反叛 今反说 欲报国恩 何其颠倒也 且奸在奸中 徐盖见黄飞虎来至 盲未曰 不踩恶地 不识天时 是以邪术 不亦将军 亦遭此罗网之恶 黄飞虎点头无语 唯有滋机而已 话说徐方至久 于龙安吉贺宫 此日又至周营诺战 紫牙问 谁敢出马 只见红锦出马 来至阵前 看见是龙安吉 龙安吉曾在红锦帐下为偏将 红锦曰 龙安吉 你今见雇主 为何不下马纳降 尚敢知无也 龙安吉笑曰 反将红锦 何得多言 我正欲拿你等 借尽昭歌 以正国法 而何不知进退 尚敢巧言也 发马就杀 刀斧并举 龙安吉 记起一圈 起在空中 不知此圈两个 左右翻覆 如太极一般 叩咎阴阳连环双锁 此圈名曰四肢酥 此宝有叮当之声 耳听眼见 浑身四肢 骨解筋苏 手足其软 当时红锦 听见空中响 抬头一看 便坐不住 安桥 跌下马来 又被龙安吉 拿了进关 红锦自私 此贼 吸在吴障下 吴就不知 他有这件东西 物陷匹夫之手 左右将红锦 推至殿前 来见徐方 徐方大喜曰 红锦 你奉命征讨 如何返降逆贼 今日将何面目 又见商君也 红锦曰 天意如此 何必多言 无虽被擒 其置不屈 有死而已 徐方传令 且送下监去 黄飞虎见红锦 也置监中 各个皆探而已 紫牙又听得 碳马报近迎来 言红锦背擒 紫牙心下 十分不乐 次日 报 龙安吉 又来诺战 紫牙问 谁去见朕 只见南宫阔出马 与龙安吉 占有数盒 被龙安吉 仍用四支苏 拿进关来 见徐方 徐方吩咐 也送下监中 只见鲍马 鲍鱼紫牙 紫牙大惊 旁有正印先行 哪吒言曰 这龙安吉 是何等妖术 连勤术将 待末将见阵 便知端地 不知龙安吉 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